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把明明德作为大学的开篇 其重要性不严而为 那么德到底指的是什么 自己又该如何去做呢 曾世强为官之道第三讲 明明德为先正在播出 我们现在所读的大学 大部分是根据当年朱子所注释的 我没有说朱子不对 没有 而是他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他有很多话是言不由衷 这点我深深地感觉到 譬如说 朱子曾经讲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 他说无意识不合理就叫中庸 什么叫中庸 就是每件事情不合理就叫中庸 你看这句话一说我们都懂了 中庸就是合理 合理它是变动的 随时要调整 可是后来他在写的时候 他又不是这样写的 所以我就深深感觉到 每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之下 他所讲的话 未必是他的真正的内心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要站在古人的立场 要将心比心 把他心里的话 把他掏出来 大学这个 在明明德 这句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生在那个德字 我请问各位 什么叫做德 一般人说那不就是品德修养吗 那不就是道德吗 那不就是德性吗 其实不完全这样子 德最起码有两层意思 一个叫做德政 一个才叫德性 德性是什么 是你自己修己的成果 而德政呢 是你外望 一个内性一个外望 这样才叫一阴一阳 当然一个人品德修养好不好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看不出来 你必须要说他所作所为 所言所行 那个很具体的 你才感受得到 因此呢 在明明德 我们要把它解释成 一个人 要不断地 修改自己 其实那个修就是修改自己 人一生下来 都会有个别差异 什么叫个别差异 就是说 你多多少少会有些缺点 这样才叫做个别差异 我们这一辈子来 就是要把每一个人 各不相同的 那种差异性 把它修制起来 是不是修到人人都一样 不是 因为人人都一样 那天下霸露了 我们要修成 每一个人 都很独特的 一种表现 这样这个社会 才有办法分工合作 儒家把它叫做圣读 圣读 不是像一般人所解释的说 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看到别人 你要更加谨顺 否则你会乱来 那当然也是一种意思 但是那个格局很小 圣读是说 你这辈子来 你有潜在的特性 你是不可取代的 唯一的一个人 这就很重要 每一个人在世界上 都是唯一的 不可取代的人 明明得 告诉我们 你在没有发达以前 你只能修制你的品性 是准备有一天 你发达了 你就可以把它表现在 你的良好的 施政效果上面 那这样才有意义 人是这样的 要准备好的 才去服务 而不是说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 讲一句话 请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其实这句话 我是非常不赞成的 你看有些人 他不帮你忙还好 一帮金是帮到忙 你端一杯茶 本来端得好好 他说我来我来 结果我给你消脱了 一个人 先问你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其实这是全世界都在讲的 现在我们讲英文 大家法文很熟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你不知道 Are you ready? 是干什么的 只会嘴巴讲 Are you ready?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好像还没有 我用这个例子 就让各位了解到 我们很多事情 禁止于嘴巴上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们要有德政 必须要你内心 有一个东西在 那东西本来是在你身上的 但是你根本就不懂事他 那叫什么 叫良心 良心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常常说 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座广播电台 它就叫做良心广播电台 它不断地提醒你 这样做不好 这样做有后遗症 这样做人家会看不起你 这样做你心会不安 可是你完全不理睬 今天的人 只看到外面的东西 只听到外面的声音 从来没有去听 里面的声音 就是一阴一阳 这味道已经分开了 今天的人 只会动 他不会进 他进不下来 他怎么进不进不下来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 现在的儿童不得了 将来怎么样 我是完全摇草 一个有太多答案的人 是没有创造力的 我们小时候就是资讯没有 不够 才会天天去想 现在小孩资讯多 看不完的 他从来不会想 他哪里会想 一个人只要没有创造力 这个人就很欠缺 人跟禽兽不同 三个东西而已 一个是创造力 你看我没有用创新 我是用创造 第二个 自主性 自主性就要替自己负责 你不能老 依赖别人呢 不能老怪别人呢 那第三个是什么 这是现在人很严重的 把他遗忘的 叫做局限性 创造也是有局限的 自主也是有局限的 不要过分膨胀自己 不要把人类看得比天还要大 所以孔子一定告诉我们说 不冤天不由人 为什么不能冤天 因为你挂天命用 天根本没有反应 你挂别人没用 没有人会替你负责 谁替你负责 不冤天 不由人 就告诉你 一切靠自己 那一切靠自己 怎么办 就听听你内心的话 因为那是不会骗你的话 外面的话都不可靠 人家再怎么保证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感觉不行就是不行 感觉来自哪里 两个字 一个叫印 一个叫化 这是罪点不行 得正是什么 是印跟化 就是要有感应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其实这句话 还不如另外一句 人人的心中有一把秤 有一把秤 我读历史人物 我感觉到最了解这句话的人是谁 郑和 你看郑和多欺床 从小就没有好日子过 他的一生几乎是没有前途的 有什么前途 小小的就被抓去当太监 然后呢 皇帝的两个儿子 做错事情都推给他 他只好去顶罪 他前途在哪里 可是郑和后来出来了 老实讲他真的要独立为王国的时候 他那个海上王国不会输给明成主的 不会 他榜头够大 势力够强 所以多少人误会他 多少人告诉皇帝要把他抓起来 郑和一生就是一句话而已 公道自在人心 只要你什么时候参透的 公道自在人心 你就会一直 纯正道走下去 否则的话 你经常在那里游移 正在那里 后悔 你看现在让我们最犹豫 最后悔 最恐惧的就是什么 就是讲道德的人吃亏 老是人倒霉 守规矩的人没有出息 这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们真的要了解 孔子讲一句话 叫做行其意也 那个意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么不要从事政治 你要从事政治 你要做什么事 你要做那个意的事 意是什么 意其实就是合理的意思 合理是谁说的算 是谁说的算 如果是做官的说的算 那就很容易走上独裁 如果是老百姓说的算 那最后就是一事无成 你看任何事情 你只要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他一定有不同的意见 而且一论分分 最后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当官的没有破例 不负责任 没有当官 我讲的都是事实 一个当官的说 我说不算 大家不说话 就说霸道 专制 盲横 不接受意见 不接受意见 一定当官说 哎 大家说意见了 无人夸断 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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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清明这件事情 是很难做的 我们会专门来把它讲透 我们现在先把它的先决条件 说在这里 就是 Are you ready的意思是说 你对明明德 你做好了没有 那什么叫做好了没有 就是说我有没有基本的修养 我一旦给我一个职务 我会不会有把握 很轻松愉快的把它做好 德性是内圣 德政是外道 修好自己的德性 才能实现很好的德政效果 那么修德 到底修的是哪些方面 我现在先问各位 明明德 那个德指的是什么 中文要修 到底修什么 不要空旷地说 修道德 修品德 不要 我们讲具体一点 三个东西 第一个 修大小 你看现在就是没到没小 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从没到没小引起的 然后你跟你的领导在一起 只要你没到没小 第一个他就不关心你 第二个有好处不会给你 第三个你讲的话他根本就不听 这是事实了 可是很多人一听到有大有小就觉得 你看又来了官僚 然后呢 又是 大得就神气 就欺负小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倒给各位一个很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你跟老板在一起的时候 只要有第三个人在 你一定要样样都好 一切都顺畅 你不能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明明不能听 明明不能接受 从办 你等其他人走了 你单独跟老板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而且你要照我的话说 你说你的指示我都听明白的 但是我有几个疑惑 是我听错了 还是我没有理解到 我再请示你一下 因为这样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这样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他听完以后就说 那你再振作振作吧 你有什么好办法 你再跟我讲 他会非常容易接受你的意见 所以 我今天只讲一句话 你跟长官处不好 是你的问题 你跟干部处不好 也是你的问题 你跟老板处处不好 还是你的问题 这次儒家为什么说 你要返求诸己 不要冤天尤人 罢你就在这里 一句话讲完了 我们不可能改变外面的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内面 不是同流合污 而是改变方法 改变态度 坚持原则 这才对 这才是有所变有所不变 我所不变的是我的原则 你再怎么样我都不变 我会克服万难 我会排除所有的困难 我坚持到你 但是方法态度 我随时在挑战 这才叫做内方外言 大小就是伦理 没大没小 就是不懂的伦理 第二个 我们要修的是什么 高低 那个高低一定要搞清楚 高低不是特权 高低是自以责任的需要 自以责任的需要 老实讲 你说什么叫平等 你走遍全世界 你都会发现通关的时候 一定有特殊的通道 一定有 美国总统到我们这边访问 你会叫他按照正常的通关来通吗 那我就问你 他的安全属于负责 这样就好了吗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我们不是说他特权了 他良性不是 而是他的安全 我们单单不起 所以只好让他从这里头头摸摸地走掉 说难听点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你一肚子活的时候 你觉得特权 耍特权 耍特权 那我再说一句 普天下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特权 特权它是会转移 但是不会消除 第三个 我们要修的是 大家最常说 但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 叫做是非 中国人最讨厌 没事没非的人 但是中国人最不喜欢 是非分明的人 凡是是非分明的人 人缘都不好 事情都办不通 我们是要求很高的民族 我们要在圆满当中去分是非 不要分是非分到不圆满 那你就全攻进去 全攻进去 我讲一句 大家都很能够理会得到的 就是你的长官 他有时候讲话是不够情面 讲很难听的话 你千万不要动气 为什么 因为你一动气 他就认为他没有亏待你 我骂你 你也生气了 我骂你 你脸色也不好看了 那我错在先 你错在后 我就没有欠你了 你就糟糕了 反正是老板一动路 给你很难听的话 你反正想说 他就不是冲着我的了 他是在发别人的脾气 是拿我当这个出气筒而已 那跟我什么事 你就冷静下来 你冷静下来 你的长官就觉得对不起你 就觉得欠你 他就会安无你 说不定还给你一定好处 你可以去看了好了 我这种案例看太多了 反而是经不起长官骂的人 几乎都是没有前途的 我听到很多人在抱怨说 糟糕糟糕 现在老板看到我 连骂都不骂了 我大概是完蛋了 这个话年轻人是听不太懂的 年轻人总觉得没有人骂我 我才是正确 才是表现好了 其实不一定 老板肯骂你 就是把你当可骄之人 哪一天老板根本骂都不骂你 他就知道骄也没用 那骄也根本就废物 是非在中国社会 是高度困难的一件事情 说清楚一点 我们是中有非 非中有是 你看这个人这部分做对的 他一定有一部分是做错的 你当一个服务员 你跟客服吵起来 你再对你还是错的 为什么你让他不高兴 你就是错的 不管你怎么对 你让他不高兴就是错的 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倒是劝各位 建小官要大势之 我们经常跟小官吵架就是你看不及打吗 你算什么 芝麻利斗大 芝麻利斗大 我怕你啊 你看到大官你就怕 那就完了 哪也完了 你看到大官你就怕 你就变成AP的小人 不管是非你就顺着他 最后你就害他 很多官是被老百姓害死的 尤其是被商人害死的 所以商人商人就是要商人 别人就叫商人 他迟早被他商掉了 然后呢 你建小官你就说你算什么 然后就吵架 吵架他就不让你通关了 记住中国人的老话 不怕关只怕管 他管到你啊 你没者就是没者 因为有些事情你不方便去跟上面人讲 你不方便讲啊 你讲的会笑话 你连这点小事情你都要找我 那你人力在哪里 那你平常人家来玩算什么 大家听完你会知道 在中国社会啊 大小容易分 高低容易分 是非最难分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应付这些事情 只是你没有把那个原则啊 是个定价 大小 高低 是非 是自我修行的三个方面 那么明明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具体又应该怎样去做 明明得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以身作者 是以身作者 我们现在常常说 哎呀你看西方的政治多好 它有制衡啊 我们中国就是没有制衡啊 其实这种话 你是不了解现实状况 现在单观是越来越难单 不是越来越好单 因为那种无形的制衡是 随时都会出现的 你看你这里讲错一个话 有个错的表情 它在暗中 它就用手机给你拍下来 它就扑上网 那不是制衡是什么 那个制衡比什么都厉害 所以你如果现在的环境不了解 你还在批评那些事情 那是空话 现在每一个单观呢 都有警惕心 它知道我的所作所为 大家都在看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会把我的话 甚至于断章取语 把它广播出来 甚至还经过变造 把它扑上网 都有可能 但是有些因应 很显然是不对的 比如说有些地方 这个单观的 下了单 要去吃饭 唐道的饭店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把车牌淹起来 这样有效吗 其实是没有效 那就叫做淹尔盗铃 你车牌不去淹盖 人家还不会注意 你车牌一淹盖 人家马上说 那个车牌有什么淹盖起来 还不是领导的车子 那就完了 这种事情是因应不大 但是不是有单管人自己做呢 大部分不是 不是底下人自作聪明 然后害死老板 所以我们慢慢会把这些 都把它分析出来 要怎么样才能够调整的 直以至上 就是找到一个合力点 这是随时要去留神 随时要去调整 这才叫做日日心又日心 不是变心发扬 而是追求那个 动态的一个合理点 但是不管你怎么做 你就要记住三句话 就可以了 第一句话 平良心 第二句话 立功心 什么叫立功心 就是替多数的公众着想 而都是替自己的家小掌想 有一句话 我们先说在这里 为国家者 为天下者 不顾家 他是不能顾家的 你看刘邦 把败仗要逃的时候 人家把他的小孩抱到车上 刘邦一看 一脚把他踢下去 赵子龙把阿斗 千辛万苦救回来的时候 刘备抱的就是 往他到面上 一丢 你敢不丢 以后没有人替你做事 为天下者 是不能顾家的 当然 你说那我知道了 我从此终于找到 不回家的理由了 那也不对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 你还不喝那么大了 他这个层次 一定要拉得很清楚 才可以 第三个 先立行 立行就是以身作者 只要你做得到 早点大家就对你有感应 对你没有话说 他就会按照你的版样 他就模仿 然后很快的 就把风气整个改过来 要改风气 只有高领导 与身作者 少说 多做 说到 做到 然后就很快了 不难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把那个正点 把它 沾线出来 一切一切 就是为人 那才叫做 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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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